有一次你就是整個把小提琴丟在地上 我不是丟在地上 不是這故事不是這個我很認真嗎 我會覺得她很煩嗎 嗨大家好我是Fanny 哈囉大家好我是二姐 二姐是誰 就是顧欣 你跟你 哈囉 的二姐 上次呢我們請到表弟冠倫來跟我們討論 在家戀情帶給他什麼困擾 今天呢我們熱情的邀請 美國熱情二姐 很驚訝 好呢 看給了那一位 再跟我們一起討論 第一題呢想要問你 就是那時候我練琴然後真的很吵鬧很吵鬧的時候 你心裡到底是什麼感覺 很吵鬧 對 等一下到底誰跟你說你很吵鬧 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只要聽到有人在練琴我就真的覺得很煩 還有因為現在我跟我老公一起住 然後呢就只是我平常在琴房彈一下鋼筋 然後他在外面就會說 我真的覺得我們這個歌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你這樣子在彈鋼筋 我什麼事都沒辦法做 他整個就是沒有辦法思考東西 被打到這種 然後我就想說 嗯那可能你們也會覺得很吵吧 應該是從我開始懂事的時候 就你都在家裡都是一直在彈鋼筋 一直在彈鋼筋 因為你從國小就是音樂辦啊 就是比如說在看電視啊 然後在吃飯啊什麼的 你都是一直在彈鋼筋 然後有時候就是在 然後有時候就是在 對面很吵鬧 為什麼你跟冠軍都會講 彈鋼筋 喔彈鋼筋 其實很難念就是 錯了嗎 錯了嗎 哪裡對了 其實有電視的時候 我就很容易被電視吸走 所以我就比較不會去忽略就是 你彈鋼筋 跟吹唱你的聲音 可是下午的時段 我會覺得是最吵的時候 因為下午的時候就是 媽媽都會把電視關掉 然後叫我們別偷偷去看書啊 或是幹嘛的 可是我都不想 我就是只想看電視 但是不能看電視 然後就會去玩半家家酒 然後半家家酒又不能講話 然後我們幾個就只能在那邊 很安靜的玩半家家酒 所以我們就發明了一個 很安靜的半家家酒 結果人家的感覺 反正都是要煮菜啊 然後什麼 我們半家家就是 我們現在要來睡覺喔 然後就一天到晚一直在睡覺 然後就不能起來 然後因為像我們有時候玩膩 或是就已經睡到了 然後起來 然後 我們就會想要出去外面玩 有時候我們就會 拋下來 我們幾個就會出去外面玩 然後 整條路都是你的鋼琴珠 可是從來沒有接過一次檢舉 對 我們的鄰居都很大 你知道嗎 很神奇 就他們從來都不會來說 覺得吵鬧 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我們那一條 最前面有你同學 你同學也一直在彈啊 他有在彈嗎 他沒有在彈 他應該在彈小提琴 第二個問題是 我學音樂的中間 你有學了一下小提琴的鋼琴嗎 有嗎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你就是真的很討厭練習 我真的非常討厭 然後他那時候 因為被逼著要拉小提琴 然後他有一次 你就是整個 把小提琴就是丟在地上 我不是丟在地上 不是這個故事 不是這樣子 我沒有 我沒有那麼邪惡 我真的有掉到地上這一排 就是我就算很不想學 可是我還是不敢破壞他 因為我都一直很不認真地拉 小提琴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被 我們的母親 然後逼到二樓的 一間小房間去練 然後呢 我那時候才剛學 我就在那邊拉拉拉 然後拉就覺得很煩 然後我就無意間發現 我可以不用手扶 就可以用骨子這樣夾著 然後我就覺得 哇好屌喔 然後呢我就想要 走下去地上 就要這樣看 然後呢 我就這樣脖子夾著 然後走路走下去的時候 就是走第一段的時候很順 然後就走第二段的時候 然後就哼哼哼哼就滾到 在地上 對 有印象嗎 有有印象 然後那時候全家都在客廳 然後全部的人都這樣 聽到那個聲音 然後全部都轉過來 然後一看那個小提琦 我覺得音樂之前的事情 並沒有對它造成好的影響 對,就完全沒有感覺到 我等一下等一下 我不是還有學鋼琴嗎 而且妳知道我那時候 就是很討厭我的鋼琴老師 因為我覺得我鋼琴要накне无聊 對,他很羨慕我們鋼琴 因為他都不跟我聊天 然後他都很嚴重在旁邊 我每次都是抱下我的課 然後我每次都邊躺邊睡著 就是一直不停地在打瞌睡 打瞌睡打到那個老師傻眼 一直叫我出去外面 繞著建築物走一圈才會來三圈這樣 你那時候有跟我講說你老師會打你的手 喔所以他很愛打我的手 我是覺得蠻可怕的 蛤?你老師不會打你的手? 完全不會喔 他們很溫柔欸 那他們為什麼可以打我 重點是被打還可以睡著 那我們換最後一個問題 我覺得因為這個中間你有沒有覺得 發生一些讓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有趣的或是討厭的 有嗎? 我們有四首連談過 是有啊? 我那時候覺得四首連談很好玩 還有嗎? 最勉強只出了四首連談這個部分 打瞌睡到頂樓的時候 然後你有時候躺 你就會一直上去跳芭蕾舞 我又不是彈芭蕾的歌 可是你的歌就很好跳芭蕾舞吧 不是嘛然後就可以一直旋轉一直旋轉 我也有去選跳舞 孤單芭蕾舞 然後他就覺得很可怕 哈哈哈哈 機超硬 老師很嫌棄 我還記得有一件事情很印象深刻 是之前921大地震的時候 全台灣都一直在輪流的停電 對 然後我們經營非常可怕 他就是停電還是要彈芭蕾舞 因為就是沒有電燈或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電風扇然後又很熱 他就說好我們把門全部打開 涼光直接照射跳舞 好可怕 為什麼我不會記得我這一段 你們就在外面玩 那一陣子因為真的很長停電 然後結果一直很長 我真的很壯心在練習 因為小時候你真的就是不懂 到底為什麼我們要一直練習 就是不練到底會怎樣 你真的不懂那個邏輯到底是什麼 然後有時候比如說像他要去比賽 或者是什麼考試什麼的 要被捕 因為我們有學嘛 所以我們就要幫忙看一下他被捕 他被的是對的這種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煩 我要看電視 我要去玩半天再再去喔 那時候被捕的時候 你幫我們檢查 你真的有在認真看嗎 沒有啊 不是 就是我的能力沒有那麼 就是母親都會覺得就是 你有你會懂啊你看喔 他那個那麼快 然後又有和諧 然後什麼的 誰知道他到底躺到哪裡 對啊我真的在想說 其實我彈錯音 你根本也都會講 對啊我講 真的 而且很神奇的是 就像現在 假如說我彈小時候練過 我某個小曲子 他還是會很忙 喔喔喔 對這個真的很煩 就是你看他要去比賽 他又要有什麼 自選曲嘛 然後又有指定曲 對 他就是那一段時間 好幾個月他都會在彈那幾首 那你是有多不滿啊 喔就是就是 你知道有時候他們會有一個區塊 就是手指沒有那麼靈活 然後一直不斷來練習 他就會一直彈那一個區塊 然後一直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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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重複那幾個音 那個時候最煩 你就會覺得到底要不要過去 剛剛過去 你會覺得我很認真嗎 我會覺得他很煩嗎 哈哈哈哈 非常感謝我們的二姐 好 今天 今天來跟我們討論這個話題 希望下次有機會可以再討論一些別的 跳那個步段芭蕾 哈哈 我們可以來教學 怎麼賣套折那個寶寶 哈哈 誰不會這個請問 你說出來你會不會 哈哈 你在他那邊留言你會不會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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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